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要来煮一个蒜蓉辣椒姜 这种姜其实也有成品 但我觉得自己能煮的为啥子还要去买了 把大蒜撇破后多吃蒜一点 尽量多细一点 装入小碗中 再备少许生姜 撇破 多吃姜米 再备一小块生姜 切成火里后备用 大蒜来几颗 用刀压火就可以了 准备半个洋葱 用刀切成小桥 好 一锅 烧热 下油 划锅 把姜米和蒜米倒入锅中 中当火爆出香味 够少许多椒酱 继续用中火 翻炒出香味 挑着盐 变糖 味精 鸡精 够少许好油 一起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可以了 把羊毛两个小时的花椒倒出来 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 重新起锅 把花椒倒入锅中 淋上少许花雕 加四点清水 花椒焯水必须是能水喊 大火烧开 花椒焯水有个小技巧 那就是水开火光火 不要继续煮 一般过个分霸中 花椒就会完全张开 如果是继续开火煮 花椒肉就会老 并且容易掉 倒出焯好水的花椒 用凉水冲去残留的浮沫 用快速降温 同样也是防止花椒肉电脑 现在把花椒来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只保留带肉的半面没可 先麻烦的 这一步也可以不做 就像很多大排档 为了让分量看起来更多 就故意升取这一步 现在准备一个砂锅 烧热 下少许油 投入姜蒜汁 加洋葱 稍稍给它炒一下 炒香 有了这些辅料 等下粉丝就不会炸锅 把泡好的粉丝抓起来放好 接着把花椒再次回锅 加上适量的蒜蓉辣椒 淋上半瓶左右的啤酒 盖上锅杆 大火烧三到四分钟 特别说明真的只需要三到四分钟 时间长了 不好吃不要来找我 已经试过好多次了 时间到了就解开锅杆 放上少许的葱花 继续盖上锅杆 直接关火 砂锅自身的温度 会继续矩隔一分钟左右 上锅后再打开锅杆 那锅香味普遍而人 相当舒服 蒜香浪源 鲜香蒜花的蒜蓉粉丝花椒包 你学会了吗 老规矩 求观众求点赞 睡家的厨房热气腾腾 睡家的日子一定不孤单 厨房留住的不仅是一个家人的胃 更是一家人的心 有家人等待 饭做热气腾腾 这就是幸福的滋味 我是厨子 下期见